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王一斌 主任医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普通与泌尿妇科 深毒君 白带增多就是盆腔炎吗 该做啥检查 深毒君 不止盆腔炎反反复复 有办法根治吗 深毒君作为几美们的闺蜜 最懂女人心中的痛 先给个亲亲 来个拥抱 再送上深毒君最新研发的盆腔炎茶语治专辑 守护盆腔 深毒君则无旁贷 小姐姐们请上座 且听深毒君慢慢说 检查篇 妇科检查 通过妇科检查 可以了解到患者阴道有无浓性分泌物 有无异味 触摸宫颈或按压子宫时有无疼痛 如果检查时发现浓性分泌物 有异味 按压疼痛等情况 大致能够判断有妇科炎症 期间医生会询问患者一些问题 无需紧张 按照真实情况回答 放轻松就欧了 血液检查 通过抽血 检查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 可以大概判断体内有无炎症 如果抽血检查发现白细胞增多 血尘增快 C反应蛋白升高 说明体内有炎症 宫颈分泌物检查 医生通常会使用一个小棉签或刷子 采集宫颈分泌物的样本 送去检查 主要做白细胞检测 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如果检测到白细胞数量增多 说明有妇科炎症 通过细菌培养 可以明确试哪种病原体感染 药敏试验能看出来哪种抗菌药物弄死病原体最给力 帮助医生制定治疗方案 影像血检查 通过B超检查可以观察子宫 输卵管以及卵巢的形态 通过观察盆腔机关是否肿大 是否有异常改变等 来诊断是否有盆腔炎 如果要明确病变部位 还可以进行一些有创检查 比如子宫内膜活检 腹腔镜检查 输卵管超声噪影等 但这些检查一般不作为首选的检查项目 治疗篇 盆腔炎主要是病原体感染所致 清除病原体就成了治疗盆腔炎的关键 抗生素来也 在未明确病原体种类之前 一般根据经验用药 在明确病原体之后 可针对性用药 常用抗生素有养浮沙心 左养浮沙心 头包取松钠 多吸环素等 如果病情严重 弓腔内炎症分泌物流出不畅 形成弓腔激浓 需要先将农业引流出来 再用抗生素治疗 才能将病原体彻底消灭哟 巧黑白 使用抗生素期间 都不要喝酒 哪怕酒心巧克力 菠萝皮也不行哦 因为抗生素是不能遇见酒精的 否则 施主 你有性命之忧啊 神毒菌 用药才两天 白蛋就正常了 立马我就停药了 别 这是坑啊 症状一环解就以为痊愈了 随便停药可是大忌 抗生素治疗 必须遵医主按疗程用药 不然搞出耐药性 可不是闹着玩的 神毒菌 治疗期间 还能跟拿票那啥吗 小姐姐问得好 一般来说 未避免再次感染 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前 应避免性行为 性伴侣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检查及治疗 说完茶与治 盆腔炎专题就到尾声了 笔墨只厌封上 神毒菌要赠湿了 定期体检不能少 白带异常早就医 抗生素要遵医主 系统治疗效果好 性生活要讲卫生 科学避孕少人流 早睡早起身体好 提高免疫是关键 神毒菌这就要收起行囊 离开盆腔了 下一站去哪儿呢 神毒菌永远走在医学科普的路上 心里装着满满的才华和对你的爱 下个专题见咯 摸摸哒 新搞脑梗前列腺 乳腺子宫内分泌 十三大科室 上百个病重 尽在深毒视频 再新问诊 十几万公里医院医院医生 二十四小时带命 鸟回哟 预约挂号 全国医院任命挂 3w.深毒TV.com 深毒全体加TV 要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